好 有一首歌呢 是在《爱如潮水》之后 受到大家的喜欢 但这首歌其实 我并不是原唱 但是呢 这首歌却是因为 我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 我在出道的第一年 就是出唱片的第一年 其实那年年底就要去当兵 大家都非常不舍 唱片公司还 这个对我有很大的期望 然后呢 歌迷也对我有很大的期望 所以呢 大哥呢 李东胜就特别为了我 我写了这个歌 他的创作过程真的太缓慢了 所以呢 一直到我去服兵役 他都还是只有 把前两句写完 但是呢 有一天我突然听到有一首歌 为什么这么熟悉 我就发现 原来这首歌已经被别人唱走了 那所以呢 在《爱如潮水》之后 那张专辑 我就希望能够 把属于我的歌夺回来 所以呢 我就再跟大哥 邀了这首歌 虽然那年已经不是十八岁了 但是送给大家这首歌 别怕我伤心 好久没有你的心 好久没有人陪我叹心 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 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 一向的午夜特别冷清 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 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 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 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 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 还是那不必负责人的热情 情重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 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 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 一颗爱你的心 时时刻刻为你传不停 我的爱也曾经 深深温暖你的心灵 你和他之间 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 别隐瞒 对我说 别怕我伤心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边 只要你谈过恋爱 基本上都会听过张信哲的歌 就是这样的 好久没有你的心 好久没有人陪我叹心 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 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 一向的午夜特别冷清 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 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 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 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 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 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 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 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 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 让身在远方的我 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 一颗爱你的心 一颗爱你的心 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 我的爱也曾经 深深温暖你的心 你和他之间 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 别隐瞒对我说 别怕我伤心